我那个现在启动的话 它应该是不会work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我当我启动这个表单的时候 它这边有一个下拉清单 那我要怎么样 在什么时间点增加这个性别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增加之后 那我要怎么去 就是加这些东西的方法 那首先第一个 这个也是事件驱动 当什么时候 特别是哦 请你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 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物件 什么物件 user form user form这个物件怎么样 它被click click是一个事件 所以呢 这边会出现一个sub 指的是一个程序 当它被click的时候做什么事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是当click加清单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如果你当click的时候 清单才出来 那这样有点怪怪的 如果你没点它 那不就没有清单吗 OK 所以什么时候呢 所以这个旁边有个事件 应该哪一个是最好的 最佳时机 应该是哪一个事件 你会发现这么多 基本上哦 基本上哦 其实最好的 其实有两个 其实放过两个地方 应该都可以 不过我的习惯哦 就比较好找的 就第一个那个 第一个 activate 这个activate指的是什么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当它被启动的时候 被启动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呢 所以特别主要 这边有一个activate事件 这边click 这个click可以把它删掉 那它的结构一定也是一个sub OK 一个end sub 表示说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去执行这个sub 那里面要做什么事呢 哎 接下来很重要 我要去把那个combo box 里面的资料 增加两个 一个是男 一个是女 不过特别注意 接下来请各位做一件事 什么事 请你把那个云端上面 我这边要讲到 就是 一二三 这个变更那个名称 文字方块 跟下拉清单的名称 那基本上 预设的名称 当然它这边叫testbar1 testbar2 3 然后这个什么combo boxe 这是好像label不知道多少 可是这个名称 如果不统一的话 其实将来会比较不好找 所以我的习惯干脆 这个叫买a a到e好了 OK 然后这个名称的话呢 叫b1 这个叫b2 因为它原来名称好像蛮长的 comment button1 comment button2 很长一串 那你要把它输入 那修改名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先把那个表单的名称做变更 名称的 有没有 这边testbar 请你把它改成 叫mya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输入mya大写 这个叫myb 其实它不区分大小写 不过我的习惯是后面这个就是把它改成那个大写 然后前面这个是小写 然后这个是myc 那依此类推enter一下 然后这个叫myd 这个是一个label 这个叫my1 enter 那这个叫b1 有没有 它原来叫comment button1 这个叫b1 缩写一下 这个叫b2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这个名称变更一下 变更完之后 再来做这个 什么呢 user phone user phone被activate的时候 那做什么呢 我要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myd里面放两个东西 那所以这边的话请你输入什么myd 点 特别注意哦 它是一个下拉清单 那你要增加两个项目的话 其实它里面有个方法嘛 用拆也可以猜得出来 就什么add item 然后呢先输入 假如说呢我先输入 男 给他一个字串哦 然后呢再输入女 ok 好做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表单怎么启动的时候 就会放两个东西在下拉清单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执行看看 下拉清单 出现了有没有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但是 这个下拉清单是写固定的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项目会增或减的话 或者项目很多的话 那你不要一直打一直打对吧 所以基本上呢 可不可以从某个 就是范围去做 得到 比如说这边好了 假设我们在 我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底下有个说明 第一个方法是这个 add item 对不对 那如果说要自动抓取资料 通常啦 比如我在Z欄好了 这边 在比较旁边好了 我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清单 那我要当我启动的时候 去抓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的话 怎么做 也许我在Z欄里面 做一个 假设这边 因为Z欄比较看不到 将来你可以隐藏它 那这边有个性别 男 女 OK 假如这样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启动的时候 不是add item 而是去抓这边的资料的话 那程式该怎么撰写呢 基本上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可以直接去什么呢 去立欄里面 去抓资料 所以这边把它注解一下 这边把它当注解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跑一个回圈 for i 就是列 第二 因为男女性别 第一类是 第一列是性别 是那个栏位 然后往下追踪 就是从那个Z 主要是放这边 Ctrl向下嘛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抓到它有几个资料 不过因为两个其实 抓到的话 应该就是3嘛 所以23 那add item的话呢 从ID 里面呢 去帮我把那个立欄里面的资料抓进来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动态的 当然如果你将来资料多的话 他会一个一个慢慢把你把它抓到里面去 OK 因为这只有两个感觉 其实没有很明显 男女有没有 那因为最近在讨论的 沸沸扬扬的 就是那个性别 好像还有那个 我不知道 现在那另外一个性别 是也是 是 不知道怎么分 我现在也已经 搞糊涂了 也许到中性吧 是不是 因为这个 好像讲话也不对 不讲话也不对 我倒是讲太 不是 在主要是练习 所以也许多一个性别 叫什么 中性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好了 不然怎么称呼吧 不然你就 减少冲突吧 因为我们现在 身边应该蛮 我不知道是多还是少 到底怎么去区分 那个性别 那好 假设我们增加一个 对不对 那因为我刚刚写成动态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会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执行之后你会发现 下拉清单 它会自动去抓到 因为我们是向下侦测嘛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 那就2到3 那如果你有三个 它就变到4 如果你有更多 它就全部自己抓了 那当然这个方法 你如果你有很多个清单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让使用者输入 尽量用清单的 让他用选的 因为让他选的话 你不要让他自己打 问题可能会少很多 因为选的嘛 反正就那几个选项嘛 它也比较不容易选错 OK 那就选值其中一个 好 这样就OK了 好 所以如何让我们下拉清单 里面可以增加东西 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activator 第二个呢 你可以用固定式的 或者是用从某个范围 假设这个Z栏里面 那为什么放Z 主要是你将来可以把它 怎么样 隐藏起来 好 有点像这边 因为远远的吧 那使用者没事 不会拉到这边 或者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栏给隐藏起来 也可以啦 隐藏 好 这样就看不到了 隐藏的话 它会不会执行呢 它执行也不会有问题 下拉也OK 那只是说会躲一些资料在那边而已 好 那这个地方是下拉清单 那再来就是说 接下来我等一下 会希望说 当使用填的资料之后 第一个 自动帮我把标准体重算出来 第二个呢 把这五个资料填入到 我们的Excel的哪里呢 就是这个问题01里底下的 再下面一列 好OK 就是填进来 那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 第一个先了解一下 user form的事件 叫activate 所以你在表单上点两下 它预设会是click 你把它改成activate 其实或者你写在initialize 其实也可以啦 initialize就是它初始化的时候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先 我记得好像先initialize 然后再activate 所以你也可以写在initialize里面 不过initialize 比较不好找 activate的第一个 然后 然后 记得就是那个原件的名称 可能要把它变更一下 我用个简单逻辑 mya到my1 那下拉机单刚好是d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add item 可以把它加进来 那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可以用固定的 也可以用非固定的方法